为了让民众深入体验十大观光小城的信义区和北投区 观光传播局特别在10月份推出北投信义寻宝区活动 民众只要依照游戏规则到两区内的地点进行探访 并且收集搓张和拍照 就可以获得温泉汤花灶以及台北潮梯 数量有限先抢先赢 观传局局长赵新平这回打扮成西部牛仔造型 带领民众探访信义区与北投区 为让旅客前来深入体验 特别举办北投信义寻宝区活动 也欢迎民众全家大小同游 其实在获得十大观光小城的殊荣之后 我们就不断地行销北投跟信义 那现在呢趁着年底之前呢 我们特别做最后一波的这个加码冲刺 希望所有的国内外旅客都能够到北投跟信义区旅游 那我们是希望以北投信义寻宝区这样的一个活动 来重新燃起大家到北投跟信义旅游的热情 民众在十月五号到七号参加北投吃喝玩乐型活动 并且在指定的景点挤满三类戳张 就可兑换到温泉汤花灶 另外十月十九号到二十一号 到信义区参加信义桌迷藏活动 与六大秘境合影就可获得台北潮提 在北投的部分呢 只要你参加我们的活动 你就可以获得我手上的这个汤花灶 那我们是限量三千六百份 那如果是信义区的话呢 只要你在指定的地点拍照上传到我们的Facebook 其实就可以获得我身上所穿的这件台北的潮提 这次的北投信义寻宝区活动 也特别优惠粉丝团的网友 民众只要在脸书上分散 北投信义寻宝区活动的海报 前两百名就可获得温泉汤花灶 让更多的人见识到 信义北投两个小镇的观光特色 中家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